一山傍水的彰化 除了南北各有浊水溪及乌溪围绕 更仅依偎着八卦山脉 而山下的人们每天正努力的编织它与彰化的故事 欢迎收看广山下的风华 我是林宏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是 他常常留着一头非常有亮丽颜色的头发 那他在彰化这个地方 非常努力在推动 在生活中加入很多艺术的元素 那最近这几年 他也跟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来让这个推动艺术的力度更大 让我们欢迎Instant 42艺术空间的负责人 叶玉君老师 嗨大家好 我是叶玉君 老师 就是我知道你从很久很早之前就在法国巴黎读书 然后后来读了很久之后回来台北也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到最近回到了彰化 那不同的环境对你想做的事情一定有不同的执行方式 那你当初在从巴黎看彰化或者是从台北看彰化的时候 那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整个求学的过程中 在巴黎的确是给我很多的养分 因为艺术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大家会谈论着艺术 然后到处都有艺术发生 甚至艺术教育是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子 对所以在巴黎念书的这一段时间其实也有跟一些伙伴成立了不同的组织 然后也有在不同的地方策展 对那这样子的经验其实就也深深的影响到我回到台湾在台北之后那样子 所以在台北之前在宝藏眼筑村的时候 所以就做了一个宝藏皇宫青年铝色的计划 那从那个计划之后就延伸到后来开设的这个艺术空间Instant 42 对 对那所以Instant 42基本上是会希望它是一个提供给国际艺术家 或台湾艺术家或年轻艺术家或做行为艺术等等的一个可以发表或是相聚的平台 以家为出发点那样子 然后2017年帮回彰化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类似的想象那样子 只是说台北的经验它其实不太等于是彰化经验 对 对因为台北毕竟它也是一个文化之都 那也很多艺文空间艺文活动很蓬勃的发展 但彰化在回来的时候那时候的确是刚好之前有一些艺术空间也刚好关 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是第一间那样子 对所以其实是带着很多想象但是又未知的状态下回到彰化这样子 你会害怕说回来不成功吗 嗯 其实没有想象过不成功 而是想说就是一个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蛮兴奋的 是是是 但的确是回来也是 呃也是有遇到一些苦恼的事情 然后不晓得怎么样开始的状态 就是打开一个新的领域的感觉 对对对 我还记得那一天最后一天搬完最后一趟 货车回来的时候是跟货车司机放着电音 然后觉得要冲向一个未知的旅程的那种兴奋的状态 这样子 了解 所以那时候对彰化是其实是充满了期待 对是充满了期待 因为其实是 真的是离家很很久了二十几年 从国中以后就没有在家在彰化生活这样子 所以其实对彰化也很陌生 对是期待又陌生的那个状态 但是你就是决定要回来彰化 要来做这件事情 嗯对 了解 那你刚刚讲到陌生嘛 那你刚刚也讲到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艺术空间 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因为陌生 所以有更多的位置会不确定性 让我们很难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你做了什么事情 哦从2017年的9月的时候开幕 一开始办了一场跟影像有关系的发表这样子 第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办了大概二十几场活动 那在这二十几场活动中 我发现了有几个元素 它是可以吸引观众来的 比如说必须要让民众每个礼拜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然后必须可能需要跟这个彰化的地缘关系 故事有关系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lab计划 就是每个礼拜大家会一起讨论创作 然后是跟在地有关系的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献给土地的影像师 那后来这个成果其实有店家的老板企业家 然后也有学校教书的老师来参与 然后来参与的民众非常的多 就包含学校的或他们社区的伙伴朋友们 对所以后来就奠定了觉得Instant 42 未来可以继续发展的方向 也就是说它是跟在地有连结的 然后它是让民众大量的参与 然后这些参与的学员也是艺术家 也会变成艺术家 就有几个关键性的元素 那慢慢的累积到之后做的事情 你刚刚讲到地缘关系 所以其实你跟你的很多的 不管是展览也好 创作也好 其实都跟彰化在地有关系 那你如何去了解在地 其实我们从20... 应该是从我回来2018年开始 那因为自己本身是彰化人 我其实彰化和美人 但是做到彰化其实我并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当然我就是从开始认识 自己现在生活的地方为主这样子 所以2019年我们就是开始 一开始其实是经由文化部青年春落 这个补助的计划 然后它其实一开始是一个 以社区应该是说社区计划为主的 一开始还没有艺术级的这个想法那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 开始办了一系列的工作坊 然后包含天野工作坊 阅读工作坊 田野就是带着学员 然后调查在地的故事那样 了解这里的故事脉络那样子 然后分成不同的路线 然后还有阅读工作坊 然后书写工作坊 到最后有纪录剧场 大家一起把这些总和的田调的故事 经过书写阅读之后 变成一个一个小段落的故事 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发现 是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 回来办了很多场的这个展览 或者是这样子的表演 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参加了 嗯 其实一开始instance 蛇在彰化办的前几场活动 其实我非常的苦恼那样子 是 因为真的是彰化不认识什么人那样子 但是有幸的就是我回来之前的几个月 其实就开始认识了彰化的一些咖啡小店 那这些咖啡店或者是有个性的店 他们其实也都是文化人士 那所以一开始也是真的一一的邀请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或者是说我们空间一开始打造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张诗大美术系的同学们来帮忙那样子 所以它就变成我们第一次第二次活动的一个基本的客群 再后来发现大家其实太忙了 开店的人他不可能来参与我们 所以我发现我的目标设定是错误的 对不对 那带来后来就是办了很多活动之后 其实慢慢的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样子 主要是学生的族群比较多 其实后来有越来越不一样那样子 对对对 那你刚刚有讲到你们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坊 做了田野调查 那你们在做这些工作坊的过程当中 大家互相讨论激荡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张画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我觉得每个城市 如果你没有用心 其实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很平淡无奇 就像是我们空间载的那个社区 它是叫做公园城 它在公园路上 如果你是骑摩托车或开车的话 1390是秀着的就过去了 对 你其实不会发现在巷弄里在河边 在这个住宅区 或者是它其实起始点是在八卦山排罗那边 然后有美术馆有节效池有武德殿有以前的彰化座 就像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个地图一样 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空间的这一条路 然后你会 这个是我们在两年前做绑画工作坊的时候 林达佑艺术家跟我们的学员一起创作的作品那样子 那我们盘点之后其实发现 原来这三百年来 它其实有一些建筑物它是存在的 有一些已经不存在了 在盘点之后你才会发现 原来这里的人文景象故事跟历史是这么的丰富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其实你不会发现就是这样子 骑过去就过去了这样子 对真的 其实这条就是公园路嘛对不对 对对对 公园路 然后我们从最前面八卦山排罗开始 然后整条其实有很多 我们其实平常不去注意的话 根本不会想到说 那个其实是很有文化内涵或是历史价值的地方 嗯嗯嗯嗯 对那我们刚好就是东门外 所以以前的东门就是在中山路上面 对 然后也是刚好是在八卦山底下那样子 所以我们的故事第一年其实 比较多是集中在公园路上 但第二年因为纪录剧场 就做西元2070年 所以我们的故事已经遍及到整个彰化线 是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是我们最最主要的基地的地方 但是其实比如说像今年你就会到像福安社区 然后更更远的地方那样子 是是是 老师我知道你其实是这几年彰化有一个 卦山里艺术纪的策展人 那每一年其实都推出了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 那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说 诶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卦山里艺术纪 那它的发起的缘由是怎么样 嗯好 就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其实前一年也做了很多 呃艺术展览 然后工作坊的事情 那刚刚有讲到甜调等等 那其实是已经是艺术纪的开始了 的第一年的艺术纪 就是从田野书写阅读工作坊等等开始那样子 那为什么会想要做卦山里艺术纪呢 其实是instance 它就是一个室内空间 它就在一个公寓形的聚落的一楼跟二楼这样子 那我发现其实彰化人对于艺术空间 好这个名词其实是非常的陌生 是 然后呃在几次的活动之后发觉 与其让大家进来艺术空间看艺术作品 不如我们主动的发声这些艺术展演 好就发生在他们的生活的周遭 在河边在他们常常聚集的广场 或者是在咖啡店 或者是在路上 就是艺术变成一种主动出击的方式这样子 那还有再加上刚刚讲的前一年实验的 像这种工作坊Lab计划 就是跟民众参与型的创作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雏形 所以艺术季挂山立艺术季里面的几乎所有的作品 都是借由工作坊跟艺术家 还有民众一起完成这样子 所以其实从艺术空间的室内出发 走到整个社区里面 到整个我们的环境城市里面 跟更多的人的距离更加的接近 对 了解 所以像这个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 用版画的形式来把这个地图画出来 好 这会讲到我们第一年的挂山立艺术季的 纪录剧场的这个工作坊 我们做了108个小时左右的学员的训练 然后最后表演 那那一年很特别的是 我们就有六位返乡青年 彰化人 然后几乎都是从事艺术跟设计工作的 那其中有一位就是琳达佑 就是我们这个版画家 那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回来一年多了 我其实也是很有点担心 就是觉得说艺术家回来 其实可能多半会有点辛苦那样子 那看到他们的作品其实非常的赞 所以第二年就邀请他 变成我们的艺术家 第一年他是学员 然后第二年就是我们的艺术家那样子 那同时间其实后来也有很多 那时候的学员 变成我们第二年的策展团队的伙伴那样子 对那我觉得 绑画他是一个可以复制的 而且他是以前 其实在各种无论是社会运动或民间的习俗里面 他常常被运用 然后他其实是每个人 几乎技巧性不见得那么高 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所以那时候达佑 就是这位艺术家 他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蓝图 就是一个东门外的一个绑画地图 然后大家合力来完成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就运用了二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坊 然后中间也让同学们去观察 所以你看到这个绑画他是一栋一栋的建筑物 是不同的人完成的 不同的学员完成的 哇塞 然后并且加入了自己的回忆 比如说八卦山以前有游乐园啊 然后这是彰化座就是台湾文化协会 以前常常发表演说跟论述的地方 那这就是赖和先生这样子 比如说类似这样子 了解 所以这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一个一幅这么大的一个作品就对了 对总共有八个人 哇感觉很不简单耶 所以这个大约是在2020年 对 好那隔一年是不是就来变成了这一个 对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去年的 我们是去年的刮山立义书记 是以前进幸福这个主题为主那样子 那去年刚好也是文学一百年那样子 那其实以一个文化人来讲 的确文化协会那时候发生的事情 是影响我们非常深刻的 那尤其去年又遇到疫情 其实这几年都是疫情 然后所以我们就取这个前进幸福 其实是呼应这个赖和他说的话 那我们会希望说 现在一百年之后的我们 他可以去思考如何民众参与 民间信仰等等跟幸福是同时间并行的 然后艺术是越来越接地气的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去年就把前几年 我们找到的故事 然后更深入的跟艺术家一起工作 是 然后所以做了这四本 四本绘本这样子 那其中爷爷过生日 他其实是公园路上外省人第三代的故事这样子 那我们发现说成功营区 其实影响了这整条路或附近的一些产业 跟居住的人 甚至这公园路上其实很多都是 捐捐后带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借由爷爷过生日这件事情 来带出这整个公园路的生态 跟他们那个时候的故事 了解 所以这四本每一本都是一个故事就对了 对 那刚刚讲的达佑就是又参与了第二本 就是《在黑夜抓舌》这本书 哦 了解 也跟陈玉轩小说家一起合作 感觉非常的丰富 那在这几年你们当挂山立艺术季 你们整个特展团队有没有收到一些民众的回馈 或者是你们自己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反思这样子 有 就是其实从第一年的挂山立艺术季 其实就是我跟彰化的一些伙伴 比如说星球咖啡 然后比如说解雾设计的许静龙 然后加上两位我那时候的助理是待在大学的学生 其实我们一开始 然后还有我们的主视觉是林鸿恒那样子 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人口简单 就五六个人就开始了 但是我们第一年其实蛮幸运的 有一位退休老师王文娟他加入 所以我们志工群其实有一半是退休老师 那一半是一般民众加学生 然后我们每年其实也都有很多志工群跟志工朋友加入 还有民众加入是越来越壮大的样子 越来越壮大 然后也包含去年把我们的开幕移到永乐商圈 那其实从八卦三角下到永乐商圈 其实是越来越走进我们一般人更习惯的生活场景里面去 对对对对 所以有没有一些民众最实际给你们的一些回馈 说哇你们这样子做 例如说可能在包括上有一些装置艺术啊 或者是办了一些活动 看到这边民众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回馈 实际的回馈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其实是第一年刚活动办完的时候 市集音乐会办完的时候 然后隔一天阿姨就说 诶 很好玩诶 我会在高点跟黑暗高点都在那里 然后都在那里这样子 然后哪时候还会再办第二次这样子 其实大家是期待的 嗯对然后再来就是每年我们开始田野调查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我们今年活动开始 他就说哦今年要再开始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其实 比如说每年都会田野调查访问故事 然后有时候会拜访第二次或第三次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之后参与的人 或者是未来参与的艺术家 或者是学员们去调查的时候 有一点像亲密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在对待家人的那个状态下 就是很容易接受 第一年的时候是你要调查什么 你要问我什么 会有一点惶恐跟害怕那样子 是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 呃会有这件事情可能在这个时候发生 这样子了解所以其实大家的距离是越来越近的 然后跟整个土地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呃因为大家也开始知道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主动的邀约 或甚至像去年的绘本 其实印刷费是用募资的方式 是那我觉得也蛮惊讶的就是有一百多位 然后其中一半以上我都不认识的人 来支持我们 诶从去年开始我知道你有一个计划 新的计划叫做打造一支挂山立战斗队 那时候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要来做这件事情 嗯好那时候就是其实刚刚有讲到 我们每一年都有很多的志工 那这些志工朋友们其实就是就是我们的希望 就是他们都是可能无论是退休老师 或者是还在念书的同学 或是刚返乡的人 然后每年都有四五十个来参与我们的志工 嗯对那我们志工训练 还有在陪伴我们整个展演的过程 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 那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能量我们的保障 所以第一届之后 应该是说第一届还是第二届之后 我就发现说这些人希望可以更了解他们 或更认识他们 或甚至培养他们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策展团 对 所以去年就写了一个计划 然后就用这种一系列的策展行政课程来陪力他们 然后并且有加上一些实习的机制 然后让他们实际的参与我们艺术节的规划这样子 那整个挂沙利战斗队他们主要培育的内容 跟他们过去在做志工的工作内容 有什么样不同的差别 嗯当然不太一样 志工他可能来协助工作的现场 活动现场或者是有时候是雇展场等等那样子 对那但是战斗队呢他是去年是24小时 今年是48小时的课程 那包含什么各个名策展人的一些他们在地方上的艺术策展的规划 然后行政然后企划或是行销的课程 或者甚至我们也有更实作的摄影或是设计等等那样子 或者是用工作坊的方式来思考我们 比如说今年我们就来思考今年要做的计划是什么这样子 而且其实他们过去做志工可能就是帮忙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 但是进入了这个挂沙利战斗队之后 他们可能可以更深入整个展览的背后的策划的过程 就是包括说我们这个展览要怎么做啦 旁边的摄影团队啊设计团队整个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说 要完成一整个展览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是的甚至他们今年的提案 他也会变成我们今年或是明年的计划这样子 哦所以他们就是实际的策展人员就对了 嗯对对对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中部地区是缺乏行政跟策展人员的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也会希望这个战斗小队 他不但是培育了我们挂山里的策展团队的人员 也帮中部或台湾多了很多胜利军这样子 哦了解好那 那今天其实听老师讲了很多关于你过去的一些故事 那我很想要了解说老师 你在这么多年在艺术领域上面这么奋斗了那么久 做了那么多不一样的尝试或是实验 嗯对你而言 艺术这件事情是什么 对于我艺术它其实是一个表达方式 然后让你跟其他的人做了一个连结 但是在一个算是有美学跟专业的基础上 然后对于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艺术家嘛 对 然后我又做这个策展 所以对于我来思考这个艺术跟这个社区 跟这个城市的关系 它其实是开启了这个城市的想象 它是开启了这个人的能量的流动 然后它也开启了这个 对于这个城市的力量的凝聚力这样子 哦了解 所以听说你今年即将要有一个新的空间就对了 叫做刮山力Plus 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空间未来会在什么地方 那未来的营运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样子 嗯好 基本上本来我们刮山力艺术纪的基地在Instance 12 它在公园路的公园城这个社区里面 那今年我们前阵子有投这个文化局的这个增建 它是中心庄的甄选那样子 是 所以它就位在中心庄 中心庄里面 那中心庄其实是一个眷村型的聚落 那未来它可能会有更多的空间释放出来这样子 那刮山力Plus 它基本上是一个刮山力艺术纪的更具规模的一个基地 所以我们也会做艺术展演 然后也会变成彰化力的一些产品 包含刮山力做出来的产品 跟含有彰化精神的产品会在这里发生 是 然后也会有一些艺术进驻的方式 然后也会有co-worker space 就是大家共同工作的工作室 是是是 那其实这个想像就是刮山力艺术纪的成员们 我们的策展团队成员们 可能未来会越来越独立 然后跟共同的合作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富裕的平台 或者是说返乡的青年回来 可以在这里找到伙伴 可以加入刮山力艺术纪 或者是成为刮山力Plus 这个家的这个衍生的伙伴 就是这个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成长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对对对 那从你一开始2017年回到彰化 一直到今年已经2022年了 那我想要了解说老师对于彰化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是想像 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从2017年到现在 彰化在我的印象中其实一直在更新 然后本来是觉得我可以待遇这个城市很多东西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城市 给我了很多养分那样子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样子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养分它是互相流动的 就是你愿意给予它其实也会很愿意给予你那样子 对那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彰化的这个城市的想像 我觉得它会越来越好 然后也会因为不同年纪不同领域不同的艺术不同的创作的能量 而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改变 对然后无限的可能性这样子 所以是对未来充满了很多的期待 对然后也希望我们投入彰化事物的人 或是关心彰化的人可以越来越来一起努力这样子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玉君老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他这一整路走来在彰化所做的这些事情 那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也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到网路上搜寻这个Instant42的艺术空间 或者是挂山立艺术季他们都有相关的粉丝专页 可以去follow他们的资讯来接触他们的资讯 更了解他们一起来彰化这个地方 在艺术上面一起努力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过山下的风华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